去年9月涉嫌火烧宗教学校导致23名尸生惨死的其中一名被告 今天被押往吉隆坡推示庭面对另一项谋杀指控 根据控状16岁的被告去年9月16日早上11点35分 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罪案调查局的厕所 将大麻塞入宗教学校负责人的体内导致对方死亡 法庭经过审理后宣判被告假释 不过由于被告涉及宗教学校纵活案 抵触刑事法点302谋杀条文 因此不获准释放 推示庭已经将案件移交到高庭审理 暂时还没有责定过堂日期 在马六甲 一名男子涉嫌智商妻子今早在埃及勒推示庭面控 控状指出50岁的穆罕默加法拥有两名妻子 他去年7月11号下午4点 在博旦乌鲁新村的住家智商54岁的正式 抵触刑事法点323注意商人条文 罪诚可被判处坐牢一年 或罚款2000令吉 或两者监视 被告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被告以2500令吉 取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下个月14号过堂 多谢您的词